在美伊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特朗普派出手下两员大将奔赴中东,打算纠集多国对付伊朗。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访印途中,将顺便拜访沙乌蒂阿拉伯和阿联酋。 与此同时,鹰派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即将访问以色列,就伊朗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引发的危机进行会谈。 蓬佩奥透露,他们将与这些中东国家在战略上保持一致,并建立一个反对伊朗的全球联盟。 伊朗这次遇上大麻烦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离开华盛顿,前往沙乌地阿拉伯时,对记者说,我们将与他们讨论,如何确保我们都在战略上保持一致,以及如何建立一个全球联盟。 一个不仅在海外国家,而且在亚洲和欧洲的联盟,因为他准备反击世界上最大的恐怖国家赞助者。 他认为,沙特和阿联酋,是两位伟大的盟友。 两国都十分忌惮伊朗,并正在努力限制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蓬佩奥还表示,我们将剥夺伊朗,制造恐怖核建立核武器系统所需的资源,从而保护美国的利益和全世界的美国人民的安全。 他还嘲笑伊朗外交部长扎利夫公布的一张地图,是儿童地图。 据称,该地图显示,一架间谍无人机,在5月底入侵伊朗领空。 蓬佩奥认为,这与美国军事和情报部门的专业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敦促媒体不要相信伊朗,并指责伊朗,在许多地方散布虚假资讯。 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也马不停蹄地赶到以色列,会见该国总理内塔尼亚胡。 博尔顿周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与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伊朗和任何其他敌对势力,都不应将美国的谨慎,误认为是软弱。 超级英派博尔顿,还一再呼吁得黑兰政权更迭。 除了联络盟友,美国军方网络部队,还对伊朗军方计算机系统,发动了一次打击。 美国官员们透露,网络攻击将使伊朗革命卫队控制火箭和导弹发射器的计算机系统失效。 虽然这两人都发表了强硬的讲话,但蓬佩奥也附和了特朗普和彭斯的话, 称美国准备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伊朗谈判,以缓解紧张局势。 自特朗普去年取消美国与伊朗的全球核协议,并开始向德黑兰施加监济制裁压力以来。 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在加剧。 美国将宣布新一轮制裁,以迫使伊朗领导人进行会谈。